阿宝和乐乐大山上的家,最近两人一直在忙,想着在院里开发菜园,以后实现吃菜自由。 乐乐下来以后,背上竹框准备去挣钱,两人总要分开行动,不然家里每天只能吃米饭配野菜。 好心大叔也好久没有到两人的家里,这也说明家里的情况都在变好,没有需要特殊关照的地方。 稳定以后,无论是阿宝或者乐乐都可以到山下挣钱,就像是今天一样。 眼前有一大片的苦瓜种植园,乐乐今天自己来收,然后想着到村里去卖。 距离并不远,也都已经习惯了,这样的生活。 竹框里面的东西先拿出来,马上就要开始工作。 两人现在虽然没有自己的小菜园,想种植蔬菜种植不了,但有好心大叔的帮忙介绍。 每天可以收别人家的菜,多少都可以赚一点差价,维持基本的生活。 越是生长高的地方,苦瓜越是长得好,乐乐的个头比较小。 拿着剪子一边剪,另外一个手直接摘,没有方法就自己想办法,生活总要持续。 两个人一个忙碌,家里开发菜园,一个下山摘苦瓜,不管是谁都不闲着,分工明确。 这样持续的时间长了,以后的日子想不好都困难。 害怕就是害怕懒惰,在家里就等着别人帮忙,肯定是不行。 两人从小失去父母,所以说也比较懂事。 自力更生的能力,倒就已经锻炼出来。 到了田里,乐乐直接把鞋子脱掉了。 在本地人们的生活,都是习惯不穿鞋子。 苦瓜树上,偶尔可以看到生长着的。 只能是慢慢地寻找,并且要寻找一些个头比较大的。 最后一盆倒在竹框里面,也就满了。 买竹框的时候就是特意地买的小竹框,所以不管放什么东西,其实也没有多少的重量。 拿上自己的东西,蹲下来背上竹框,今天又可以挣钱了。 每天其实也挣不了太多的钱,但是也顶不住日积月累的付出。 慢慢地生活就会好起来,毕竟现在两人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对方。 除了吃饭,其余挣的钱可以全部地存起来。 乐乐选了一个陌生的村子,陌生的地方准备开始摆摊。 这里的街道上,人群很多,仿佛别人都非常的清闲,没有事情做一样。 忙的人忙得不可开轿,见得人无所事事。 这就是两种人的不同生活状态。 远处很多和乐乐年龄相仿的人都在玩耍,乐乐呢,却需要通过自己努力挣钱。 其实也就是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,被比过后就会显得差距比较大。 眼前的大哥挑选完苦瓜以后,也准备付钱,来了以后周围,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。 不需要苦瓜的人,或许等着看热闹,需要的自然而然地就过来买。 眼前还过了一个小朋友前来购买,手里拿着钱,肯定是家里人让来买的。 买回去想怎么吃,父母可以给做真是太好了。 不像乐乐跟阿宝,每天不管干什么忙碌什么,到了吃饭的时间点,要利用柴火灶台。 至少一个小时的做饭时间,才可以吃上一顿饱餐。 又卖了一兜子,自从过来以后,乐乐可以说基本没有闲着。 一会全部卖完之后,身后就是有小卖部,回去买上一些比较方便的食物。 毕竟阿宝也在家里,忙碌多少挣上一点钱,就可以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 在坚持上一会,跟前剩余的苦瓜不多,又来了一位大哥,希望可以一次性地全部卖完。 今天还算是比较顺利,主要是今天街道上的人群异常的多,或许大家都在休息。 就这样乐乐就很快地结束了今天的卖货任务。 收拾收拾东西,今天算是完成任务,看着一点也不累的样子,走的路程也不远。 有钱以后也只是挑选了三袋方便面。 别的食物,很多也没有舍得买。 里面有调料包,至少可以改变一下胃口。 对于两人来说,平时连方便面都不敢每天吃,其实也不容易。 路程比较近,提着自己买的食物,乐乐马上也就可以到家了。 从大路上,一直在走小路,走上数不清几个,也就可以到家。 交通的话,相对还是比较方便。 回来以后,阿宝也在楼上休息,正好也到了吃饭的时间点。 乐乐买了泡面,烧点水就可以,今天做饭的时间不会太长。 阿宝和乐乐的菜园终于有了摩养,这段时间付出了时间,最终换来了结果。 家里也算是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。 两人最近也算是做了一件比较对的事情,以后自己种植蔬菜,可以实现吃菜自由。 眼前很多的杂草也计划全部烧掉,没有地方扔,做饭柴火也用不上。 燃烧过后,还可以当做草木灰。 以后,对种植蔬菜也有好处。 两人现在还有点激动,毕竟以前都是流浪,从来还没有自己种植过蔬菜水果。 心情是极兴奋又激动。 周围全是绿植,燃烧的时候,两人一直在旁边守着,所以也不会有失火的风险。 所以燃烧柴火,只会对土地有好处,一点坏处也没有。 这里的土地是好心村长大叔给提供,所以一直都没有担心过,会有人过来驱赶自己。 眼前的乐乐年纪不大,但是却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稳重,并且也踏实能干。 眼前这块菜地看起来也挺大,以后肯定可以种植不少东西。 都还没有整理出来,两人就已经想好需要种植什么。 但是家里还没有通水,所以以后还要再次地麻烦好心的村长大叔。 燃烧以后,当然还要制作一个围栏,八宝这几天也砍好了竹子。 乐乐拿过来两根,但是肯定还要再加工,才可以建造出来一个完整的小菜园。 当然以后,家里需要改造的还有很多,像买通水的水管等等,都需要花费钱。 两人没有事情的时候,平时还会到山下挣钱,平时也积攒了很多。 买一些简单的东西,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。 现在两人通过双手也改变了很多,虽然院里看着还是杂乱无章,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 跟大湖人家不能比,只能慢慢地利用闲暇的时间,改造成自己心理理想的样子。 围栏立柱全部插好,阿宝拿过来蓝色的网子,准备开始围挡。 家里养殖了很多的记忆,所以说当对于两人来说非常的重要。 不然以后又买种子,又花钱,辛辛苦苦种植大半年。 让鸡直接给破坏掉,不然得不偿失,现在也算是未雨绸缪。 乐乐很认真的样子,跟阿宝一样,干劲十足。 虽然现在连饭都还没有吃,每天精力充沛,对生活充满希望。 一个小菜园,小围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搞定。 菜园地面上很多的杂草,还需要再次地处理,然后把地面上的土再重新再翻一遍,才可以种植。 以前从来没有种植过蔬菜,土地营养成分也不清楚,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 慢慢地摸索,种植上几次或许就会成功。 回屋稍作休息,然后也要开始做饭。 一天当中最期待的事情,也是最不愿意做的事情,就是做饭。 每天的主食从来没有换过,就是大米。 好在今天两人家里还有两个鸡蛋,并且也买了两条小鱼,可以改善一下。 每次有做好吃的,就愿意分享给我们。 平时吃米饭配野菜的时候,却不愿意让我们看到,不愿意让看到它们。 狼狈不堪比较难的一面,总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我们。 回楼上乐乐一把鸡蛋,还有小鱼拿了下来。 米饭做好,剩下炒菜就相对的时间短,简单了很多。 但不管简单与难,时间长短都需要两人一起的做饭。 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也没有父母帮忙。 慢慢地也只能适应环境,而不是让环境适应自己。 倒上油,小鱼放到锅里,直接开始翻炒。 乐乐有时候也像一个小大人一样。 忙碌完了,阿宝满头大汗,回来还要蹲在地上,一起给乐乐做饭。 白天的时候其实还好,尤其是到了晚上,稍微忙碌的晚一些。 做饭的时候看都看不到,家里连个灯也没有。 晚上的时候才是最无助,最希望时间过得快的时候。 最后来上两个煎蛋,乐乐也已经准备铺东西,马上就可以开饭。 现在只是中午的时间,吃完以后两人还有重要的事情。 上午一直在家忙碌,今天也没有挣到钱,下午的必须背上竹筐去挣钱。 拿上铲子,看着锅里拌锅的米饭。 每天只能是多吃米,少吃菜,油水其实也不大。 家里有油,每次都不舍得放,偶尔舍得吃一次放有油的菜,必须的要分享给我们。 一人一个小碗,吃上两碗米饭,剩余的到了晚上还可以再吃。 家里没有冰箱,所以菜饭从来不隔夜。 隔夜的话,容易吃坏身体。 什么样的环境中,有什么样的计划打算? 阿宝家里附近很多的空地,其实都可以利用,但是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。 对于两人现在,挣钱比什么都重要。 最终一人只吃了一碗米饭,干活不少,吃得不多。 有水大的东西更是舍不得,收拾好碗筷放到橱柜上面,接下来也该要先休息上几分钟。 每天这样机械式的干活,从早忙到晚,不休息是谁都坚持不住。 阿宝和乐乐越南生活,今天两人要分开了。 阿宝准备到城里打工挣钱,以后只能留乐乐自己在家。 起床以后,乐乐肯定是很不舍,这几天家里的菜园也开发好了。 阿宝计划在下山以前,把菜园也利用起来,种植上东西,这样自己走得也放心。 乐乐准备拿上竹框,到山下说好的地方去挖种植的蔬菜秧苗,阿宝可以留在家里收拾自己的行李。 山下随处可见,很多孩子自己玩耍,也不用大人照看。 今天来的地方也是好心的大树家里。 想要什么东西,大树根本就不收钱,经常无常地帮助两人。 乐乐来到的地方,一会大家可以看看是种植的什么。 乐乐可以放心地移栽到自己家的小菜园。 看样子不像蔬菜,应该是一种越南本地的中药菜,不然也不会费劲。 想法种植到自己小菜园,随便拔上一点,让小菜园至少可以有点生机。 以后挣钱可以到山下买一点蔬菜种子,到了可以播种的季节直接种植上,让自己家里也变得热闹起来。 把好的放到自己的竹框,直接走就可以,家里的阿宝也在等着。 回去种植到菜园,阿宝也就可以放心去城里打工挣钱,其实也都是为了生活。 看到乐乐回来,阿宝也从房间上下来了。 现在两人有大房子,有了配套设施,也算比较齐全,可以说是吃喝不愁。 但也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,需要不断地努力。 阿宝也不清楚,做着决定是不是正确。 两人来到菜园一起种植,乐乐刨坑,阿宝种植。 完成以后,两人也就要分开。 今天阿宝其实也是想到城里尝试挣钱,不走出去,永远没有更好的机会。 实在不行,碰壁了,还可以再回到自己家。 眼前的乐乐肯定多少有点不舍。 走了以后就留自己在家,又是住在距离村子比较偏远的地方。 阿宝做的这个决定,也没有告诉好心的村长大叔。 很害怕村长大叔为自己担心,又要主动地帮助自己,不同意自己外出闯荡。 时间过得很快,种植好拿回来竹框,然后到洗漱台的地方洗漱。 阿宝也该准备自己的行李,要下山了。 两人一块坐到房间下面的床上,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。 然后阿宝爬上楼梯,准备回房间,拿自己整理好的行李。 现在才算是到了真正意义上要分开的时刻。 面对现实,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,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,为了更好的赚钱。 时间还早,乐乐准备拿上竹框,顺便到山下收财挣钱,两人也算是分头行动。 这时候的阿宝,穿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,也要下来了。 平时好心大叔给的衣服都舍不得穿。 这次呢要去城里,跟农村还有所不同,所以打扮了一番。 一个往东,一个往西,到了路口,再见拜拜。 这里是农村,距离县城也有很远的距离。 为了省一点车费,阿宝也选择走路去。 看到柏油路,沿着路一直走上一两个小时,就可以到达县城。 阿宝对县城的也并不是陌生,以前在县城还捡过瓶子,卖过钱,其实也只是去过,但并没有认识的亲朋好友。 此次前去,也不清楚会不会顺利,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。 乐乐的速度也非常快,很快来到了田里,准备收获眼前的叶子。 拿到村里去卖,早上两人就没有吃饭,感觉真是能扛。 乐乐呢,需要卖东西挣钱,阿宝要走很远的路。 乐乐想今天来到田里收东西,计划挣钱,以后还不一定要坚持多长时间。 毕竟阿宝已经离开家,也是去挣钱。 希望乐乐以后会坚强起来,多吃饭,少干货,等着阿宝回来。 今天的天气比较好,其实阿宝挣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 所以说,乐乐的心情也并没有特别的不好。 一个人在菜地,很认真的收。 收好以后,抱着很多直接走向竹框。 希望乐乐今天也可以多挣一点钱,今后呢也是一样。 每次不管卖什么东西,都没有到过很远的集市,都是在附近的几个村里。 所以乐乐呢,今天也是一样。 来到现在这个村,随便找个角落,只要有人过来买就可以。 每天几乎山下的村里都非常的热闹,很多的儿童玩耍。 大人们闲聊天感觉非常的悠闲。 反倒阿宝跟乐乐每天忙得不宜乐乎。 现在这个时间点,阿宝肯定还没有走到县城。 两人互相没有手机,也不能通话,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担心。 这个角度可以感受到越南农村平时的日常生活氛围。 其实挺热闹,希望两个人呢,通过自己的努力,也可以搬到村子里面居住。 当然也要有钱,买属于自己的土地才行。 全部卖的钱,装到自己的小钱包,收拾东西,也该回家。 回家以后,一直要面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生活,一个人做饭,一个人照顾家里的菜园,每天还要想法挣钱。 乐乐自己回到家,家里少了一个人,显得也冷清了很多。 白天其实还好,到了晚上,家里连灯都没有。 视频的最后希望,乐乐到了县城,也会一切顺利。 阿宝外出打工第二天,留下乐乐一人在家,一包方便面,就算是一餐饭。 现在也不清楚阿宝,是不是很顺利。 乐乐昨天晚上一人在家,睡得是提心吊胆,很不适应,几乎一夜没合眼。 饭也没有心情吃,背上竹筐,就准备下山挣钱。 阿宝到县城打工,其实也不是为了挣钱,为了将来过上好生活。 大清枣,青草树木上,全部都是露水。 乐乐今天计划到河边收竹笋。 以前阿宝在的时候,到山下卖什么,其实都是阿宝联系。 阿宝走了,也只能自己慢慢地适应。 放下竹筐,拿上工具,直奔竹笋的地方。 现在的水流声音也是越来越大,竹子紧靠着小河边,边收还要边注意安全。 之所以昨天晚上没有睡好,因为两人都没有通讯工具。 也不清楚到县城的阿宝是什么情况。 靠近水流,每一个竹笋个头都非常的大。 乐乐还是会找地方,左转右转。 到了眼前这个地方,也算是捡个漏,到山下多少肯定可以卖钱。 卖钱之后,想着买泡面,回去煮着吃。 乐乐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,家里的情况也算是稳定。 现在基本不再依靠村长大叔的帮忙,也不好意思一直找人家。 自己可以解决的生活问题,肯定要自己慢慢地适应,以后坚强地去面对。 收了大概有十克,全部放到竹框,然后就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村子。 今天算是乐乐,第一次分开以后独自下山,当然希望会顺利一些。 路前方还有小别墅,这里可是越南的农村。 比较富裕的家庭还是有很多,只是相对两人的生活,比较不好过一点而已。 竹框全部摆放出来到地上,起床比较早,现在的村口几乎还看不到人。 一个人蹲在地上,偶尔微风吹过,头发吹风飘扬,显得多少有点无助。 本身地处大山,山上很多地方都有竹笋。 拿山上的东西在村口卖,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卖。 但凡比较勤快的人,稍微走上几步,就可以自己上山看。 马路上,拖拉鸡笼鸡手,似乎也准备去田里忙碌干活。 宽宽的马路上,非常干净,让人看着非常舒服。 又来一位顾客,一共只砍了六个。 每人买上两根,稍等上一会,再来一个人,就可以卖完。 顾客弯腰给乐乐钱,今天已经是收获第二分钱,真不错啊。 路上的摩托车也是越来越多。 一天忙碌的生活,在山上也就开始了。 最后两根大竹笋,好心大叔端下来,全部都要了。 拿钱给乐乐,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。 但至少购买上几包方便面,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,每天多少挣上一点钱,够自己吃喝,就可以。 将来阿宝打工回来,肯定可以挣很多的钱。 当然现在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,不清楚阿宝,会不会碰壁,会不会顺利。 只能是给阿宝祈祷。 随后来到了眼前,这个实木板房小超市。 目标很明确,来了,直接买泡面。 回去呢,简简单单吃上一口热壶饭就好。 付钱的时候也不心疼。 阿宝走的时候,把绝大部分的钱都留给了乐乐。 所以说,即使将来有一两天,挣不到钱肯定不会挨饿。 坐在石头灶台的跟前,地上还有很多的柴火。 直接用火点燃,烧上一壶热水,就可以泡方便面。 每次做饭需要大量的时间,还要取决于柴火的干燥超湿程度。 阿宝走之前,其实呢,应该告诉好心的村长大叔。 这样,村长大叔心里有数,也可以时不时来帮助照看乐乐。 院里晾晒的衣服已经风干,也可以收掉。 烧水的间隙也不闲着,家里本身就不大,还要到处走来走去查看。 或许都形成了一种习惯。 灶台里面的柴火,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,火势越来越大。 水烧好以后,乐乐也终于可以吃上今天第一顿饭。 家里还有一些大米,只是一个人的时候,就不愿意做过程繁琐的饭。 简简单单将就一顿酸一顿。 泡面的调料放到碗里,乐乐呢还拿来了一颗鸡蛋。 一碗泡面,一颗鸡蛋,吃得跟付出的明显不成正比。 并且,只要是白天的时间,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。 倒上水,水壶放到一旁。 静静地等待上一两分钟,马上就可以开饭。 一个人就是比较冷清。 感觉阿宝其实不应该抛弃乐乐,自己到县城打工。 低着头吃饭,感觉乐乐不开心。 即使有美味的泡面,还有鸡蛋。 心情是不同的,吃起饭来,估计也不香。 餐具全部放到橱柜上面,连喜顺的心情都没有了。 准备回屋休息上片刻,然后还要再次地下山。 上去时候还不忘了拿上自己的衣服。 最后几天,希望乐乐比较顺利,也希望阿宝可以早点回来。 阿宝外出打工第三天,乐乐狠狠心,花费一块钱,买了几条小鱼改善伙食。 一个人生活,总要照顾好自己。 天亮了,打开房间门,乐乐也准备下山挣钱。 不努力不挣钱,就过不上好的生活。 临下山肯定要把房间门锁好,毕竟现在家里一人生活。 穿上小拖鞋,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,就是照顾家里的几只鸡。 瘦的皮薄骨头,跟着两人也是受罪了。 每天也都是正常的照顾,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 背上竹筐来到田里,今天计划收花生,赚差价。 阿宝临走以前,早就已经把乐乐最近可以卖的东西。 理顺清楚,阿宝到城里打工第三天,一点音讯也没有。 乐乐也是睡不香,吃不好。 拔下来,第一颗上面带着,花生和泥土。 一个人干活就相对的慢一些。 阿宝虽然没在家,乐乐也不偷懒,也不睡懒觉。 两人其实都为了挣钱,为了以后好的生活。 拔下来,先扔到空地上。 拔的感觉够装满竹筐,就可以采摘整理。 乐乐其实也非常的害怕,以后阿宝不回来。 留下自己一个人在家,房子虽然大,但家里空荡荡。 白天其实还好,晚上最煎熬。 弯着腰,利用本身不大的力气,使劲地拔。 感觉差不多蹲在地上又开始整理。 也不清楚乐乐,在想什么,平时就比较腼腆。 现在又一个人生活,大不了,大不了,我一个人难过。 我去,怎么整个词上去了? 光着脚丫子,蹲在地上整理。 视频开始,大家都知道了。 乐乐改善伙食。 花费一块钱,买了小鱼吃,不收花生不挣钱。 乐乐肯定,不舍得买肉改善伙食。 挣得多了,多花点,挣得少了忍着花。 就算收一筐花生,也不是自己的。 还要减去成本,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。 乐乐只是不想让自己颓废,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。 时间也就会过得快一些。 阿宝在城里一切顺利。 到时候肯定会挣很多的钱回来。 手里提着的袋子装着秤,还有一些必要的东西。 很快就来到了,以前卖东西的老地方。 越南的农村,就算不到很远的集市,其实也挺热闹。 带来的花生肯定很好的,会在短时间卖完。 全部倒出来,放到袋子上面,感觉还挺多。 很快也就有了人过来买。 以前在村里这个位置,无论卖什么,尝到了很大的甜头。 所以说有了好东西,首选的就是现在这个位置。 旁边跟乐乐几乎同龄的小朋友都在玩耍。 乐乐早上起床到现在都还没有闲着。 只是想多挣一点钱,买一点小鱼吃。 现在的跟钱不能说为的水界不通,但是有好多人一起买乐乐的花生。 从田里刚收回来,顾客买了之后,拿回去直接煮非常不错,大人孩子都爱吃。 本身地上剩余不多,眼前又过了一个光着脚丫子的顾客。 隐约听到交谈声音,把剩余的全部都要了。 现在的乐乐虽然满头大汗,但是肯定心里非常的开心。 今天能有钱挣,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 但是付出的汗水,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。 挣的钱全部装到自己小钱包里面,收拾整理东西,就可以到商店。 村里随便一个角落骑摩托车,骑自行车的人还挺多。 商店买上一点比较有味道的东西,这样乐乐也可以安心吃上一顿饭。 不然阿宝走了以后,总是不爱吃饭,对自己身体也不好。 带子里面的小鱼,老板开始称重,之所以花费一块钱,老板也是出于好心。 称重也只是意思一下,拿着买的小鱼走路,也不太着急了。 一天的第一项任务完成,肯定也轻松了很多,回到家想想,还要自己做饭,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,即使是习惯了,也有不愿意忙,不想动的时候。 回家喝口山泉水。 水那阿宝临走以前,到山下跟乐乐一起,把每个桶里面都放满了。 眼前的菜园空余的地方还有很多,停整出来一块。 明天再挣了钱,可以买一些蔬菜种子回来。 虽然是有了小菜园,但浇水特别的不方便。 几天不下雨,可以看出来地上特别的干燥。 就算是种植上,不施肥,不浇水,肯定也不可能很好的成活。 阿宝临走以前种植了一些,小药材到现在长时还不错。 现在乐乐还挺精神,刚回来就翻好了一大块的地。 肚子这时候也开始饿了,正好也买回来了小鱼。 蒸上一点米饭,饱饱地吃上一顿。 家里有钢筋的灶台,现场的村长大叔给的,但是呢,两人却用不习惯。 打开装米的袋子,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,里面都已经生虫,但是呢,也舍不得扔掉。 买了一整袋,也没有很好的地方储存,两人平时的饭量也很小。 买回来的小鱼倒上一点水清洗一下,还剩几颗鸡蛋,买了也很长时间,再不吃也就坏掉了。 米饭煮好以后,把锅放下来,锅上面长时间烧得非常黑。 接下来煎一个鸡蛋,一个人随便吃点就好。 锅里面放的油到挺多,煎完鸡蛋,直接可以把小鱼放进去,也不用再重新放油。 中午吃上一顿美味的,到了晚上没有胃口,不想吃就可以不吃。 一天一顿饭,一般人是顶不住。 一块钱买的小鱼,不多也不少,肯定够乐乐自己吃。 放到锅里再焖上一回,今天的第一顿饭才有了希望。 眼前的乐乐低着头,也算是长大了。 一个人下山挣钱,回来了一个人做饭,已经特别的坚强。 装上米饭,终于可以开饭,一个人吃不了多少。 最多家里剩余的米,八宝不在家,袋子里面剩余的米。 至少还可以够乐乐一个人,吃上一星期的时间。 又是看到乐乐一个人,坐在下面吃饭,多少有点同情,有点冷清。 这样的生活,不清楚还要坚持多长时间。 更不清楚阿宝什么时候会回来。 院里晾晒的衣服也好了,拿上也就准备到屋里休息。 又是一天很充实。